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6月7号星期五 大家好 今天又是拿习近平找乐 怎么回事呢 习近平7号参加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经济论坛 然后论坛刚刚结束的时候 反正在会场上稍微有一点乱 普京还有他 还有其他一些人 看着有那么十来个人在会场上 反正就比较高兴 然后下面他们不是站在台上 然后台下就有人在这招手 可能跟习近平招手 看习近平的精神状态也不错 挺高兴的 然后他看有人招手就过去跟那人握手 然后就这么弯腰低头下去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人握手的时候 那个人握手时可能就这么抖了一下 然后习近平他因为猫着腰在这 那边一抖了就失去重心了 你知道吗 就眼看了要倒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摔倒 然后有一堆人就偏要说 说习近平身体不好 习近平身体不好 上次习近平去法国见马克龙的时候 的确那个脚是有问题 那个一点咱不摊甲 咱们就是实事实说 对不对 那个明显看出来的脚应该就是甲勾炎 我看因为我以前也有过甲勾炎 脚的时候有时脚指甲不小心 或者你有时打球的时候窝了一下什么的 他容易发炎的 就是甲勾炎是 看那脚不得劲 这次明显看出来的他在脚好像没事了 好一点了 他如果还像上次甲勾炎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了吗 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都撑着这个 对不对 你看他今天能够赶猫下腰脊 完全把重心放到前面来探头去跟着握手 说明他脚没事了 甲勾炎治好 脚没事了 脚没事了这么一弯 然后这帮人就偏你说 网上一堆人说 说时时那时快 多亏了保镖过去把习近平一把拦腰抱住 知道吗 要不是保镖一抱 习近平就一个狗啃屎的摔地上 狗屁也根本就不是 你知道吗 那个视频我反复看了两遍 没有问题 保镖还没反应过来 还没去捞他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把重心稳住了 就即使保镖不去捞他 他也不会就是说摔倒了 但是反正就是 就裂起了一下 然后保镖一看他裂起来 马上就把他扶起来了 这是事实 把帮给他扶起来了 而且扶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 就通过这个 你能明显看出来 习近平的脚没事了 如果还是甲钢员员的时候 这一下肯定摔那了 而且如果他像上次甲钢员员的时候 他也不敢去猫腰 对吧 而且能够在失去重心的 像他这个年纪 说实话 稍微有点胖 有点胖 胖乎乎的 看着就跟维尼熊似的 是不是很维尼熊 胖乎乎的 由于他这个年纪 这个体型来讲 失去重心了之后 自己能够重新找到那个重心 让自己不摔倒 这个就说明 其实身体还是OK的 从这个经济来看 我很多人就想通过这个捕风桌影 知道吗 我现在特别烦 网上这帮捕风桌影的 念错一个字 就说他 那个小刀伟做了 老年痴呆了 你知道吗 然后上次那个脚怎么着了 乖 然后还有更有甚者 说什么呢 说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习近平被劫持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傀儡皇帝 他诚心通过念错字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向外界呢 释放一个救救我的信号 你知道吗 那这那个川普啊 刚当选的时候 这个这个 梅拉尼啊 是吧 梅拉尼 她媳妇反正各种翻译不一样吧 就算咱算梅拉尼吧 这梅拉尼和川普呢 不就是有的时候 好像表情不太好吗 他们就有人 就跟梅拉尼 就是说发推特 就说梅拉尼 如果你是那个被川普这个这个绑架了的话呢 你给我一个眼色 我们去救你 看着感觉就美女野兽啊 感觉他老婆就被川普给软 这个给软禁了 拘禁了 你知道吧 就感觉习近平呢 也是通过念错字呢 向外界呢 传递信号 快救我 救命啊 我就觉得缺心眼嘛 是不是缺心眼啊 是吧 好吧 反正通过这个呢 我就想说呢 咱们能不能呢 别普通说用 咱们呢 实话实说啊 呃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关于这个川普 川普今天呢 又发推了 推特治国 上次呢 发推说要这个 在6月10号呢 给这个墨西哥加征5%的关税 然后说呢 以后呢 每个月都加5% 一直加到25% 说如果谈不同的话啊 今天7号啊 今天下午的5点半的时候 5点31分吧 川普又发推了 发推写到什么呢 他说我很高兴通知大家 美国已经和墨西哥签署了一份协议 我们预计周一对墨西哥实施的关税计划将无限期暂停 周一就是10号啊 就就就没有了 无限期暂停 那就就就就就停了啊 但是他说暂停为什么 那意思回来 你这协议要治理的不好 还有非法移民过来 我还得 他就这么个意思 对吧 但实际上就停了啊 他说墨西哥同意采取有利措施 阻止通过墨西哥和南部边界的非法移民潮 如此一来能大大减少 甚至完全消除来自墨西哥往美国的非法移民 协议细节呢 稍后呢 由国务院发布啊 川普呢 推脱至国 我相信现在各国媒体天天都盯着他那推 然后 因为最新消息都是从他推到 到第一时间从推出来的啊 呃 其实呢 我觉得上一次他一说争墨西哥关税 我就说对吧 我说实际上呢 他就是通过这个像墨西哥施压 那但是也要看墨西哥总统 如果墨西哥总统呢 像安倍晋三那样比较灵活 那迅速的就可以跟他签一个协议 就可以把这个就就抵消过去 如果墨西哥总统呢 像这个沙漠之撩 习近平先生啊 这样子啊 的话呢 那可能就跟他杠起来了 对吧 那那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对不对 那现在看出来呢 墨西哥的总统呢 还是比较灵活的 比较懂事 对吧 就其实呢 他什么意思 不就是为了让你控制一下这非法移民吗 对不对 因为呢 说实话 从美国这边呢 呃 管起来不太容易 从墨西哥那边管起来的 其实相对容易一些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得承认 墨西哥呢 现在一个是贩毒 一个是这个人口啊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 就是说 他的贩毒呢 是有一个贩毒集团的 而人口呢 它像是一个舌头的组织 你知道吗 尤其像上次川普发的 就那个录像 有一千多人的队伍 那个越境过来的话呢 这一定是有人组织的 我说实在的 你没人组织的话 你弄个三五十人都很难 你三五十人 你看你一个班啊 四五十 如果老师不管 让你们一块商量 商量去哪春游 比如说春游 一般都老师决定 对吧 说去公园 去公园 说上山 上山 或去哪 去哪 老师如果不说 说行了 全般比如说五十个学生 六十个学生 来你们六十个人 最后大家一块商量 出一个主意来 春游去哪 哇靠 你就看 各书己见啊 去我们家 去我老了家 去美国 去日本 你知道吗 说什么的都有 就抄抄到一起去了 五六十人 你要是没有人组织都不行 比如说上千人的队伍了 所以从墨西哥那边来讲 实际上只要把舌头的 那个集团大头一弄 这事就解决了 对不对 但是他就不搞 对吧 我说因为墨西哥 因为墨西哥 大量移民来美国 墨西哥认为自己有好处 知道吧 就是因为这些人来美国挣了钱 很多都往墨西哥寄 寄马 对不对 他认为这有经济好处 实际上是没有经济好处的 他真的是不好 因为你大量的自己的这种壮劳力 然后这种有志青年都去美国了 你自己国家谁来建设呢 对不对 美国 说实在的 我不是说移民对美国不好 美国的确确确需要移民 其实任何现在新的发达国家都需要移民 因为现在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 对吧 所以就是说来一些新的补充新的劳动力 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墨西哥你这样行吗 对不对 你跟中国一样吗 中国现在是什么 也是吗 就是大量的人才在流失 资金在流失 对吧 所以我觉得杜绝非亚移民 墨西哥现在看起来觉得很羞辱 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听川普的 你这么做 把边境管好 一个别让你的人再靠贩毒来挣钱来谋生了 另外一个让你的青少年劳力 不要大量的往美国跑 留在墨西哥来建设墨西哥 你长期你坚持一下 你坚持个10到20年 你会发现这个对你的帮助 比你往美国卖毒品 把你的赵劳力到美国来 干那些低价劳动 然后往回寄一点美金 对你的经济 对你国家的发展 其实长远来看有更多的好处 是吧 那么习近平同志 我就觉得能不能 你学学人家墨西哥总统 学学安倍晋三 对不对 人家怎么都能把川普忽悠好 前两天跟一个中国哥们聊天 那哥们就说 说川普不行 川普一定要打 我说你看 川普上下之后跟这么多人干 最后真的干了吗 其实没有干的 真正要跟中国干的 是那些鹰派 是那些什么博尔顿 纳瓦罗那些人 但是川普用他们 就只是在利用他们 把他们当一个工作 当成一个工具在利用 川普真的想跟中国干到底吗 其实上不是的 对吧 川普只是想的 就是说炸点油 其实你给他点油 就完了 就你如果能看明白的话 他就是忽悠你 炸点油就得了 你给他点油就完了 但是如果你不行 不行的话 现在导致什么 知道吗 其实你如果去年 在我说六个预言 我说不会打贸易战的时候 如果习近平就像墨西哥总统这样 就像安倍晋三这样子 就是说迅速的软化 对不对 迅速的给你炸点油 你要什么给你点油 其实这事就过去了 你懂吗 但是中国就是说 我觉得前面跟前几任 像什么奥巴马 小布什跟他们打交打惯了 就占美国便宜 占惯了 觉得美国总统都是这样子 一上任都是胡说八道一顿 真正干的时候没有真章 就是错误的估计了特朗普 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外的时候 在看人这方面的确是不准 对吧 现在来讲 我说一时代的 川普有点被绑架了 有点被英亥绑架了 就是说实际上也是中国越加越高 越加越高 导致矛盾越来越激烈 现在到了这一步 就是说以前川普能答应的条件 现在川普都答应不了了 因为国内的这种反华的越来越明显 我们前两天没有录视频 为什么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 具体什么事我们不说了 但是他通过做这个事情的方程 其实跟政府共产党打交道 对吧 在做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现在就意识到 其实我说了 我本来我们在外州 我们为什么搬到纽约来 就是说我们觉得在外州 已经开始明显的感觉到受到歧视了 那种排华的那种气氛 那种对这些华人移民的这种不友好 已经非常清晰的感受到了 我说我走到纽约来 因为纽约是庇护城市 纽约和City是一个 是美国最大的两个庇护城市 一个就是洛杉矶 一个就是纽约了 对不对 移民多 移民多 而且他们也欢迎移民 然后也是这个著名的这种 就是说蓝的 就是说这个白左来统治的地方 对吧 那我就觉得呢 我来了纽约 对吧 我就是想躲避这个情况 但是呢 这两天你发现 你在跟政府共产党打交道的时候 你明显的能够感觉到 他现在对于移民就是不友好了 这个政策的确确在转向 本来很容易做的事情 我们还是弄的就是说是一团糟 可以说对吧 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是有问题啊 那我怎么说呢 我是说我把这责任推给习近平吧 也是好像于心不忍 但是呢 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呢 也真的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 就是说 美国现在这么的排华 其实跟你的这种表现呢 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说一时代的 就是说现在这种 在运念了这种排华的话 对于川普向中国妥协 越来越困难啊 还有一个呢 有一个就是说 其实以前吧 有人就接受过我们 就是说希望我们呢 就是说帮助美国的一些华人呢 发一些声 我记得其实好像几个月前就有 但是当时呢我们就觉得 我觉得美国还不错啊 是吧 其实我们没必要说什么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也通过自己的经历呢 也切身的体体验到了这种 这种歧视越来越越重啊 对于华人的不友好越来越重 那我们呢 现在再跟一个 我们先不说他们的具体的这个组织吧 反正再跟一个 美国的一个华人组织呢 是他们来找我们 想跟我们做一期视频 然后呢 他们现在就是说 在他们那个州吧 要通过一项 对华人特别不利的 一个法案 那么我们可能呢 最近这段时间 未来的一两个星期 如果跟他们就是说 最后聊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公式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出一个特别节目 然后聊一聊呢 就是说 呃 在美国这个华人的一个艰辛吧 也是对他们的 在现在从事了这一项 嗯 斗争吧 我觉得为了华人在美国的这种人权 基本人权吧 这个斗争的一个一个支持 好吧 那么我们到时候看 具体我们先不说 因为还没跟他们谈拢 是吧 我有个问题 你说 就是你以前讲中国人要移民 能移民的移民出来 但是今天又讲到这个墨西哥要留在自己国家 接受自己的国家 对这两国为什么这个人太不诡一样 嗯 我觉得墨西哥呢 他相对来讲 还算是一个民主国家 就是说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到11月初期的时候 他们为了就抢在这个新的总统上任之前 要把这个协议签好嘛 对不对 就是说 就是因为要提前 60天嘛 还说这个川普的女婿 这个库什纳这个鞠躬之伟 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把这个事情促成了 记不记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总统要要换了 对不对 然后一旦换总统之后呢 会出问题 因为美国嘛 也是你发现这奥巴马和川普这个政策完全不一样 对吧 就为了赶在这个新总统上任之前 把他签了 那么就是说 人家这个总统的交替怎么交替 通过选举 通过民选 对吧 我们有吗 习近平后面是谁 你知道吗 习近平什么时下起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中国和墨西哥最大的区别 如果有一天 其实顺时代的 我经常说 我说国不弃民 民何人离国 对吧 你说我们在美国真的开心吗 真的舒服吗 真的习惯吗 有的时候想一想 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从文化上 尤其从饮食上 对吧 从气候上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从来不过敏 我到这儿 你看我能搞成什么样了 对吧 而且还掉头发 他 我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很多华人来到美国都出现这种问题 掉头发 头发越来越少 有人说是因为他这水很硬 还是怎么样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的确就是有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怎么说呢 真的如果中国发展的好的话 我有一天可能我也会回去 夜落归根 那最后我生在那里 我长在那里 对不对 那最后我去让我死的时候 我也能埋在那里 但是现在这个中国 我怎么埋在那里 我埋不在那里 我回去我就真埋在那里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真的什么时候回去 什么时候埋在那里 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 你知道吗 我是希望了 中国好 我希望国家好 人民好 但是我是讨厌这届政府 我讨厌现在的执政党 但是跟国家和人民是不一样的 我反复说 就是说执政党 组成的政府和国家和人民和这份土地 这之间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对吧 我现在讨厌执政党 我讨厌的一党专制 对吧 说实话 我讨厌的不光是共产党 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我反共 有的人说我不反共 为什么 因为我对共产党来讲 我无所为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换了共产党 你哪怕你换了什么民进党 你换了什么国民党来执政 如果它是一党专制的话 我也反对 所以我反对的某种成长来讲 其实是体制 是一党专政的体制 就是说如果共产党 你愿意现在一分为二 比如说像以前在台湾 宋楚瑜 就从国民党分出来了 分了一个什么民什么党 宋楚瑜那党 现在那党越来越小 都想不起来了 没有什么实力了 就是说 反正他分了一个党出来 对不对 如果我就说 如果中国的话 其实我现在认为 中国最好的就是什么 就是从党内能够分一派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希望 又有执政经验 又可以跟他们竞争 对 这是最好的 我当时特别希望就是薄熙兰 如果能带着一波人分一派出来 我们退出共产党 我们另组一个党 另组一个党 习近平带着一个党 带着共产党或什么的 对不对 或者改个名字 因为共产党 这个名字不好 就跟国民党一样 你一提国民党 想起 我以前其实说过 想起228 想起各种问题 因为他有各种血债在身 你知道吗 你洗不干净 其实你换个名字 就借壳上市了 你知道吗 我就说你习近平 哪怕给共产党改个名字 也好 对不对 你赶个共产党或什么的 对吧 反正你随便改个名字 对不对 然后薄熙也再组一个 这样子来讲 我觉得最好两党来竞争 让老百姓来民选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出国了 因为出国真的很艰难 以前我还给一个朋友 我说你要不要出国 但是我得跟他说 我说国外很艰难 你要做好心情准备 语言不同 文化不同 各种的格格不入 各种的格格不入 你到了像我们现在十年了 又怎么样 不照样被欺负受歧视 前两天不刚 对不对 你说如果说起来 如果中国现在治理的 跟日本一样 跟韩国一样 我他妈的回去了 我给你在这耗个屁 我那么早回去了 我下一班废机 我就回家了 是不是 对吧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墨西哥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可能是民主制 里边搞得非常糟糕的 但是再怎么着 中国也是那种独裁制 里边可能搞得最好的 知道吧 其实我一般是宁选 鸡头不选凤尾的 但是这两种体制 之间的巨大的差距 就是说一个民主体制 它让你能看到希望 虽然民主 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混乱 你看台湾也很混乱 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希望 就是说什么 老百姓有表达权力的自由 你即使你蔡英文 当总统怎么样 我不满意你 我就坐在凯道上 6月1号坐在凯道上 你就6月1号 韩国瑜凯道大道士 你说是真的支持韩国瑜吗 某种程度上 也是做给小鹰看了 也是讨厌蔡英文 也是觉得你这几年 是对你这几年执政的 一个不满意 如果你蔡英文 你这三四年 你这不到四年 你这三年 你的执政 让老百姓满意的话 对不对 会有6月1号 会有那么多人 站在凯道上 去支持韩国瑜吗 大家觉得这些政策不做 让他接着干 干脆让小鹰看一切 大家可能就不来了 就回家了 上班去了 或者我在家 我弄吃啤酒 我看看球不好吗 我大老羊 我坐在这跟他们吵吵什么来 对不对 不还是对执政的不满吗 但是人家对执政不满 人家能够喊出来 而且人家有一个希望 人家就是说 我通过我选票 我来支持韩国瑜 我能把我不喜欢的蔡英文 换下去 但是中国行吗 如果比如说现在习近平 我就觉得习近平 跟川普打这场贸易战 非常的傻缺 缺心眼缺掉家了 你知道吗 你看看人墨西哥 你看人日本 哪个是一个傻袍子 见了枪不躲 对不对 我能不能把习近平换下去 我能不能上街 我组织咱们明年 或者是哪年 咱们竞选 你选不下去 人家墨西哥可以 这就是区别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你看墨西哥现在体制 还说到过去 回去 我觉得建设自己国家去 如果有一天 中国也是民主的 可能也是这么乱闹闹的 但是呢 那我也愿意回去 去建设 去帮助他建设 你懂我意思吗 虽然你看 你看台湾现在 就最近为了大选 骂的 你看高雄市议会 两个人在那儿 你也不听我说 我也不听 在那儿吵着脖子喊 你不对 你不对 你坐下 你知道吗 都吵到了 都不知道 两人在说什么的地步了 撕心裂碎了 但是呢 怎么着呢 你看这是一团糟 但是你能在其中 看到希望 看到一个民主的希望 他们在摸索 对不对 就跟游泳一样 很多人说 你看他一下就游过去了 你明白吗 比如说我给你拴个绳 拴在手上 我拉你往前走 对不对 你看你是游的很快 但是对于你来讲 有很大的伤害 这是一种 就是中国这30年 靖上就说 要没有共产党 我们这30年 它发生成这样 的确是不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山西吗 山西地底下都挖空了 动不动 睡着睡着觉 陷下去了 把床陷下去了 人就陷里边去了 下面再挖 这个工具在挖煤 还有很多私人 在偷着挖 把下面都挖空了 你在看污染 我不说是哪儿的 我上次自己说污染 他们骂我 我说你别胡说 我们这什么污染 我们这扇清水秀的 污染 那个枪枪三身形 不是说吗 说有人拿着无人机 在天上看 十几平方公里的 一个污染的一个湖 你远看像个湖 最后近看里面 都是脏水 臭水 烂水 你往下打井 10万人民币 找人来给你往下 拿那机器 打得几百米深的井 上来的水不能喝 对不对 你这个国家经济发展 是靠什么 是靠钻子绝孙式的发展 是靠你未来几十年的人 都生活在一个 巨大污染的 一个环境里的 一个未来 来换取的 这不是 这是共产党的功劳吗 对不对 你这些稀土 为什么全世界 90%的稀土 都由你供应 因为这东西太污染了 谁都不愿意搞 只有你不怕污染 为什么你收了这么多垃圾 这么多年 你收了这么多垃圾 你不怕污染吗 你不怕你的人受罪吗 对不对 你那个沉沸病 闹成什么样子 你看就跟原历 是吧 就跟崔荣一样一块 原历不经常为 沉沸病病人去发生 对不对 但是治好了又怎么样 过几年又得 因为他只要一进工厂 治好了就上班 上班一进工厂 还那样 你工厂的环境不改变的话 你光治 你治得过来 对不对 我就经常说 你马桶堵了 你不把它通了之后 你光清水 有用吗 没有用吗 那水还是得出来 对吧 关键问题就解决 所以中国现在问题 还在体制上 体制弄了之后 中国是发展慢 废话 他不让你那么玩命挖煤 不让你祸害子孙 不让你去搞污染 你经济肯定是发展慢 但是你山河保住了 对不对 现在是经济发展快 你老百姓得着什么东西的 你就得到了一个破山河 然后那些有钱的人 动不动几十亿 上百亿美元 往澳大利亚走 往美国走 把钱都弄走了 然后人家都移民了 把中国货完了 挣了钱 那帮人撤了 撤了之后 到美国来享受蓝天白云 你们都找什么了 你们还在那 共产党好 经济发展了 我们挣张钱了 每个月能挣一万多呢 大哥 你喝的是什么水 你吃的是什么肉 你那东西 你那奶粉 我出现时代的 这边是国产奶粉 这边是进口奶粉 你自己生了儿子 你是给他喝国产奶粉 还是喝进口奶粉 只要你经济能够承担的话 你肯定给他喝进口奶粉 你敢喝国产奶粉吗 你敢喝 那就说明儿子不是亲生的 是他们隔壁老王的 你就想喝死他 对不对 你这样子的国家怎么生存 算了 越说越激动 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